志工精神之所以令人感动 是因为他们总愿意 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默默付出 慈善工作尤其是如此 在社会的边缘 总有很多弱势的家庭 慈善工作是挨家挨户地 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适时地扶持他们一把 等到他们刻意自立为止 今天我们的故事 要从南部地区出发 有很多慈祭曾经帮助的学生 或者新雅奖学金赞助过的孩子 他们一天一天长大了 睡变了 也找到了人生自立的方向 最近有一群的孩子 回到了花莲的近似经社 跟大家分享他们成长的历程 其中有一位很可爱的 唐世正的女孩 她学会了跳舞 还写了一首很棒的书法自联 亲手写了书法送给上人 走 中度智能障碍的心安 家境困难 家人相继往生 慈祭志工深入关怀 鼓励他勇敢追梦 现在的他与唐宝宝舞伴 盈余是舞蹈比赛的常胜军 盈余情练毛笔 送上书法作品 与上人天真互动 确实生魏国安三年前母亲突然中风 他一边念书一边打工扛起照顾母亲的重任 慈祭志工一路协助 孝顺的他连续三年获得心牙奖学金 感恩师姑一路上的陪伴成为我的后盾 我才能好好的安置妈妈 并且没有顾虑的向前众 这是我之前的作品 陶医师罗锦耀因为中风而瘫痪 他需要抚养三个孩子 还有母亲经济陷入困难 志工长期关怀 祝他安心复健 三个孩子品学兼优 连续十一年获得心牙奖学金 南区志工灌溉希望种子 呵护心牙成长茁壮 戴新闻黄瑞娟 刘洪志 花莲报道